国语有声善书 五庙明正堂善书 天阙封神 主著先佛为中坛元帅三太子 哪吒三太子将 第十章 南天三财部 圣化笔随着唱颂静三页神咒后 拖着皮类的灵体向哪吒行礼做衣 哪吒一脸淘气的面孔问说 素文台将中秋团圆食星烤肉 小小子该不会还沉免在快热的情境吧 张大了口的圣化笔大喊说 冤枉呀 弟子当初听闻中秋停轮 不停提地迅速安排一些人士 以期将来翻译善书普话及广播国外等事 岂能分身在花好月圆人团圆的气氛中呢 哪吒汉手说 果不富上天赋 小小子就是个不能有空闲的好正轮 言毕 哈哈大笑走向天际 圣化笔步一驱地紧跟在后 哪吒忽然又回头一把拉着圣化笔 狂奔了一阵 心有不忍的哪吒说 为师知道小小子为圣物 为家庭付出许多心力 但是呀 这样劳身又劳神 这下子又劳到灵体了 言毕 从手中传递一股灵气给圣化笔 顿绝精神大振的圣化笔 提高了声调说 哈哈 您老这股暖流比吃综合维他命还有用 弟子这下子又可以再持续一二中头没问题了 嗤之以鼻的哪吒轻哼了一声说 咱们这下子又要抬杠了吗 一二中头无可配合到底的 双手连连挥舞说不得圣化笔说 没有啦 弟子突然觉得身心灵的健康确实很重要 不然呀 无精打采地 别说圣物了 弟子连吃饭的念头都没有了 所以为师才说小小子当保留更多精力 为众生 为圣物劳力 绝不可懈怠 圣化笔恭敬地说 弟子受教了 咱们今晚上哪去呢 哪吒接着说 南天三才步 试图透过厚厚的云层后 驻足在一处山岭上 圣化笔目瞪口呆说 咱们到得了那山上吗 圣化笔说着便见直远处 原来山岭之上上有颠顶 颠上又有一座古堡 哪吒摇了头说 真的是累坏小小子了 咱们不都从凡尘上来南天了吗 该处即为三才步 驻足于此即是远观其貌而已 圣化笔又习惯性地骚了骚头说 弟子近期精神经常恍惚 还请您老赐予仙丹妙药 才能精神异异待天宣化 哪吒闻言轰然而笑说 还知趁机敲竹杠 那就没事了 走吧 圣化笔还想装傻说 走上去就天亮了啦 圣化笔才说完 眨眼间已来到古堡之外 三才步以铜砖弃成 每块大小不一 但却拼凑得十分融洽及坚固 圣化笔如刘老老近大观园一般的哇哇惊叹说 这地方雄伟帝出奇 尤其那巨大的石砖 当初不知怎么堆砌的 竟然有办法堆叠至山巅之上 少见多怪 为师只要随手一挥便能让铜砖随意变动了 圣化笔这才又恍然说 哎呀 您看弟子又犯傻了 还不快施法救救弟子 哪吒忽略圣化笔的请求 顾字说 三才不是天统 地统 人统之所在 被挑起兴趣的圣化笔说 天地人为之三才 弟子是明白的 只是这统字是什么意思呢 哪吒文言续说 统集合 意味天地人种种资料的存放 师徒二人信不游览 只见石板缝隙处已长了绿草青苔 可见少有人走动 圣化笔说 储藏式的概念吗 您看许多不测箱在墙面内 虽是不染乌尘 可是从足下所走的石板路却可见是人烟罕至 这些可是比凡间更新颖的科技 有古时的书籍 有新颖的光纤 甚至凡间未能发现的媒介 再在已将古金天地人所有资讯一统化 嘿嘿 这技术可以教教弟子吗 如此一来弟子可以将碧堂所做的超过百本善书 及十方善众扣问世集结起来 方便日后普化之用 嘿嘿 今儿各到此 小小子不是无精打采 怎么见利眼开了呢 圣化笔还想解释 只是又一眨眼间回到堂中 圣化笔无奈地说 弟子岂是贪力之人 实在为普化是嚼脑之了呀 为师调侃小小子 即是七代脑力激荡 未来有天助之三才助小小子成就 圣化笔之去的作一道别 小编再次强调 入无极正道院修行者可以永托轮回 所以希望大家替自己生前助级 也抄把祖先与有缘魂进入无极正道院 无极老母垂次般礼天为一 凡间仅有之无极元灵源于五庙明正堂 并斥准众生植栽元灵树 指派一仙照拂众生移植之灵树 望大家把握机会种植 种植元灵树 可避以元灵光彩 武神安宁 六脉条和累积六年者 可筑集无极正道院 可去净土修行 我们一定要吃素 吃素可以让您减轻身心灵的负担 可断除杀业 又有大福报 希望所有人都一定要为自己生前筑集灵修院 不然往生末后98%的人基本上根本回不了天 因为我们属末法众生 业障较重 求道的人 前提还记得三宝与三师 是因为还可以去九九子阳关考核 但是您有把握考核过关吗 没有过关就被打回地府 没有把握 一定要筑集灵修院与筑集弥勒净土 拱横堂可免费筑集弥勒净土 灵修院就只推荐这两间而已 五庙明正堂的无极正道院 拱横堂的浩天子寿灵修院 就这两间而已 小编知道会花点钱 但未了自己未来好几万年早想 这辈子就花这点钱 觉得值得 大声音乐 大声音乐 灵修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